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消息一出 网友们都纷纷惊讶不已 许多德云社的粉丝 也纷纷表示惋惜 李宗盛在直播时表示 郭德纲已经跟欢乐喜剧人的 出品电视台闹翻了 双方基本上不太可能继续合作了 而作为大豆相声的班主 他说的话也不太可能是捕风捉影 网友们也相信了李宗盛的这番话 但有细心的网友也早已经发现了端倪 怕是德云社和欢乐喜剧人之间的关系 早已经解除了合作 早在2021年 郭德纲决定参加金牌喜剧班的录制的时候 双方怕是已经没有再合作的可能 毕竟都是喜剧类型的综艺节目 而且在欢乐喜剧人老友记的节目中 德云社只有岳云鹏和孙岳一对搭档参加 还邀请了前德云社演员王文林 相信熟悉德云社发展史的都知道 王文林作为前德云社演员 郭德纲不但把王文林从德云四老除名 甚至还直言 王文林就是因为钱才退出的 双方基本上算是撕破了脸皮 在金牌喜剧班 郭德纲在节目开场曾经说过 喜剧行业其实就是笔人 现在荧幕上的喜剧节目越来越多 真正的喜剧人才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 还是希望能有更多有实力的人可以参加节目 只有这样才能够大放异彩 这也许也是郭德纲更换合作方的原因吧 其实事实上也没有李英飞说的那么严重 如果真的是闹翻 相信不会是如今的局面 而且在喜剧人老友记中 岳云鹏还参加了节目 说明双方还会有合作的可能 只不过郭德纲不会再担任主持人 如今德云社作为相声界第一大团体 怕是任何一个喜剧节目都不会放弃德云社的流量 闹翻就更不可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